我們七一那天已經說過 這個惡法 違憲 反常識 反我們極深價值 我們一直都說 這個方案要馬上撤回 他現在假裝推讓 搞假諮詢 我們絕對不會接受他這樣玩弄民意 玩弄民情是嗎 是 我們要無條件撤回過分 撤回過分 還有 林郭東引咎下台 林郭東引咎下台 無條件撤回過分 無條件撤回過分 林郭東引咎下台 林郭東引咎下台 無條件撤回分 無條件撤回過分 林郭東引咎下台 林郭東引咎下台 這個政府完全當我們傻的 以為搞這樣的小花樣 小把氣就可以玩弄到我們 但是 我們不會被他們玩弄到 而在這個議會裡面 我們很多議員 他是經過民意的授權 去代表我們發聲 他們是應該 去帶領民情 告訴大家 分析這個社會形勢 我們應該怎樣去反應 但是有一些政客 他看公仔離 以為可以在一些群眾運動 稍為得到一些成果 之後就撈取勝利 但是今天我們很高興 有一些跟我們站在同一陣線 的朋友來支持我們 來支持我們 我們看到政府在議會上數九票 可以繼續去做這些事 議會的人樂 是更加可悲 我希望我們不會發展到 市民都免費事採起 一種放棄的態度 哀莫大於生死 那就真是最可悲 我不認為是任何支持選民的權利的人 都應該繼續在這個情況下